范围的话,我们就选什么?选旭车,如果你点旭车2,然后再去选这个范围,也可以,或者是你给一个名称,其实也可以,所以你这地方的话呢,一样可以在这个地方,我看一下,如果按F3,我刚有定义一个名称,这个地方的话呢,他就没办法按F3了,这怎么样呢,必须要自己打,像我们刚刚已经有定义一个名称叫姓名,对不对,那你就直接打个姓名,这个地方姓名, 他的缺点就是说,他没有,然后再来逗点,这个地方逗点,那条件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B2,那底下挡到的没关系,这边有个XX,你可以把这个XX关闭,一样可以什么,用选的,这一个,然后再按逗点,再来就是什么,再来就是那个名称叫什么,叫沿袭时数,那他的缺点,按F3没有,不过是不是有别的快速键呢,我看,可能要再找一下,如果没有的话,那变成说, 他自己要打,沿袭时数,然后这边后刮弧,再来把他没有打勾对不对,所以按Enter,一样可以做出来,那底下一样的,向下填满, 就也是一样做出来,那如果第二个的话怎么办,一样,把这个什么,Ctrl C,然后这边Ctrl V贴上,贴上之后的话呢,这边再加上2,这个再加上2,再按,没有打勾嘛,按Enter, 撒个加号,所以加号Enter,那可不可以做出来呢,可以做出来,没有问题,而且如果假如,你们可以试一下哦,在你的智慧营手机, Play商店里面有一个叫云端硬碟,或者你,云端硬碟一样嘛,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,如果你在你的手机上面要试算的话,也可以试试看,那工作上很多地方都需要, 随时都需要用到试算表,那你就可以怎么样,用手机试试看,做久了其实就习惯了,这样子的话,你行动办公室应该就会越来越有可能了,OK,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可以把这个云端的部分试试看,那等一下,另外还有一个啦, 不过这个地方的练习可能会有点难度,就是在我们的云端上面还有一个,就是说,如果我今天,我希望怎么样, 比对出,他到底有没有出席,然后按个按钮,我可以判断出来,比如说,这个人他有出席,不是时速哦,是有没有出席,那你可以怎么样,把时速顺便加过来,当然也可以,那这个地方我需要,如果我的需求是按个按钮的话,这个恐怕比较难一点点,这个是延伸题啦,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做,那后面我们再来看,那这个部分完成之后,我们就要再来看, 寻找与参照函数,那寻找与参照函数里面,最重要就是像什么,lookup函数,像hlookup,像vlookup, 再来有两个综合练习,一个是血型,一个是配股数量表,那这一题,用的名称定义就蛮多的,我想各位稍微把题目看一下,OK,那画面再还给各位, 最后,